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死现场 影不影响后来接戏啊 我觉得戏路稍微缩短了一点 如果没看那期的朋友也要好好感受一下 那个是对你的一个悉心照料 是 太有爱了 就是爱得太让我感到羞耻了 而且那一刻把我推出去的时候 因为我看播出你在旁边笑得愈开心 已经忍不住了 行 行 行 工作日 休息日你是怎么度过的 啊 我幻想的休息日 你幻想 我幻想的休息日 哦 是这个问题啊 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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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问错了 我的休息日我觉得应该就是 收了工之后 拍滤镜 先开 新剧滤镜要开机了嘛 对 先拍滤镜 滤镜收工了之后 然后看很想很想你 我问一个普通的问题 没想到还是剧圈 看完很想很想你之后 再看你好星期六 人生就充斥在工作当中 也是非常厉害 因为谭建茨只要工作 内心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是不是 非常满 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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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次欢迎谭建茨 谢谢 谢谢 好的 欢迎蔡老师 来 上 请刘布 谢谢 哇 你在这儿 我在这儿 无敌了 怎么无敌了呢 天哪 这微博世界无敌了 这搞得好像这些是我真的一样 对 但是这叫微光盛典 微光盛典 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光 歌一来就是吉祥的光 吉祥的光 那先把吉祥的光 是的 吉祥的光 祝福送给我们的网友们 好吗 对 当然我要送给我们的 这个微博的 所有的这个朋友 好 这个哪怕是小小的微光 但都是吉祥的光 送给大家 谢谢蔡老师 蔡老师 今年也非常非常厉害 披荆斩棘的哥哥 对呀 所以只有你采访我呀 采访我 那才够资格 对呀 但蔡老师有一个热搜词条 有没有看到 蔡国静精神状态 领先我几十年 怎么 确诊 蔡国静 对 确诊为蔡国静 什么 好的 欢迎诗诗来 请留步 欢迎诗诗来到微博世界大会 先跟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史诗诗 是的 一念观山 这数据太好了 谢谢大家喜欢 上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还在宣传当中 现在直接数据好得不行 所以给大家讲一讲 在一念观山当中 有没有哪场戏 让你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其实我觉得每一集 都会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戏 所以希望大家去看一念观山 然后喜欢和支持我们一念观山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你干脆说最后一集的一场戏 这样大家就必须从头看到最后一集 不能剧透啊 不能剧透 因为现在还在热播当中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我们的一念观山 今天这件礼服也非常非常漂亮 谢谢 全身都在开花 就像这个一念观山一样 处处开花的感觉 好的 再次欢迎诗诗来到我们的 微博世界大会 一定要看什么 一念观山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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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依丽姐听留步 聊一聊 谢谢 依丽姐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微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马依丽 马依丽姐今年的《龙城》 是我的前半生六年之后再演这种家庭伦理剧 所以什么样的感觉 我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东尼 就是我很爱这个人物 感觉跟自己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不太像 不太像 有没有找到一些 就是哪些生活中的一些影子跟他一些交错呢 我生活中会看到很多像东尼一样的女性 也会看见像西爵那样付出型人格的男性 就他们恰好组成一个相爱相杀的组合 好的 欢迎蔡文静 欢迎韩东军 欢迎两位 没长还好 还好 好六团见了何老师说 来 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来嘛 就你俩人 还有我以为一排人 来 文静先来 微博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文静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韩东军 是的 今年带来的这个热播剧《庄腔启示录》 很多网友看得非常上头 而且很多网友一边磕你们的CP 一般还做一些笔记 所以两位有没有觉得 比如说剧里面的哪些恋爱小技巧 或者职场小技巧 可以在生活中也可以运用起来的 有吗 有吗 当然有了 我觉得叫启示录 就是启示给大家很多这个恋爱和智商小技巧 是因为杀青太久了已经忘了吗 他刚才那个回答约等于没有说 有的有的 那么大家去剧中自己找答案 所以让我们期待我们明龙少年 这部剧的早日播出 其实今天已经可以看到明龙少年 已经放出了很多预告片了 所以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 已经完全拉满了 好的 请三位移步我们的中心舞台 继续在签名板留下自己的名字 欢迎你们 自己找地儿写啊 来 请到我们的中心舞台继续合影留念 可以往前一点点 好的 再次欢迎我们的莲花楼剧组来到我们的微博世界大会 欢迎四位 来 哈喽 哈喽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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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的朋友啊 就招个手 你怎么把我名字读错了 就调了一下 增顺息 对四川人来说 那个贫翘蛇太多了 来 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导演您先来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莲花楼导演郭虎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微博世界大会 谢谢 欢迎郭导 您先来好了 来来来 没事 行 那我先电一下 大家好 我是花蜜世纪陈亚东 代表四川方 谢谢 好 欢迎陈总 来 陈毅 来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毅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新浪微博 微博世界大会 微博世界大会 没事 一样 都是一个部门的 好 曾顺希 大家好 我是演员曾顺希 是的 再次欢迎四位 我们都知道 莲花楼今年真的是热度一度飙升 每一个演员在剧中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所以现在剧已经播完了 有没有什么想给我们的联络人说两句的 导演你表达一下 导演先表达表达好不好 非常感谢联络人对莲花楼楼的支持 这个夏天你们的陪伴和喜欢 还有支持对我们是最大的动力 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小希呢 我吗 其实我们三兄弟已经出来活动好几次了 今天是第一次跟导演出来活动 导演从来不出来剧学 导演比较低调 他是哀人嘛 哀人哈 害羞 所以今天大家请接受一下大家的夸赞 比较勉腆 因为之前在拍戏 所以说是没有参加 没事没事 陈毅呢 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 弟弟说的特别好 就是好久没见导演了 导演特别棒特别好 今天好久没见了 同时也想说的是因为 正是因为莲花楼 联络人喜欢的 你知道你卖一段没电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没电了 有电了 不好意思 这是新浪微博的事 对他们搞没电了 希望大家多关注新浪微博 不是关注新浪微博 现在给联络人说 对 就是非常开心 因为莲花楼这部作品被更多的联络人和观众们看到了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喜欢 今天我们才能站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你们也爱着小花 谢谢 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好的 谢谢陈毅 问一下郭导 好的 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张若云 欢迎李契来 稍等一下 必须要聊一聊了 两位好不容易同框了 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对不起 李契先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契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若云 看到两位同框就知道 庆云年二终于要来了 大概啥时候 大概啥时候 大概啥 大概 不会是明年这个时候的红坦吧 我的天哪 据我听说应该比那个快吧 好像 比那个快 比你说那个时间快 因为去年我记得若云来微博世界大会的时候 就是说明龙少年已经在拍摄还是杀青去年的时候 明龙少年 对现在明龙少年是10号就要上线了 对 所以足足等了一年 刚好是一年的这个时间 但是幸运年二确实掉足大家胃口了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两位应该好好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在第二季中的一个角色 大概是什么感觉 用非常来开头 好不好 非常怎么怎么样的一个 非常 期待 我铺的真长 介绍的真短 非常期待 那确实很多网友都非常期待了 你的角色就是 林婉儿跟之前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非常期待 非常和第一季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哈 但是也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味道 若云呢 呃 呃 范茜 新意的范茜 非常人 非常道 哎呦 非常人 非常道 我们希望你们非常 呃 我也不好说 反正就时间快点好不好 大家就迫不及待了 再次欢迎我们的 新余年二剧组 欢迎两位 微薰状态 大家要知道也是上热搜 微薰跳操 对吧当时 好想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 是真累了是吗 当时就心跳加速 我就跟现在有点像 就是有点紧张 当时你跳操那时候有点紧张 跳操那个时候就想快结束 还有几首曲子 哈哈哈哈 前那直播有点久了哈 嗯对 所以咱们这个戏线定档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开完 还没定档 还没开完 还在拍摄当中 我们在拍摄中 我以为已经全部结束 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 好了 再次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 微薄世界大会 来移步我们的合影区 去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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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真的是开心啊 然后因为一直都很想跟小明哥合作 嗯 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小明哥的 传说 对 传说 然后 传说都来了 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合作了 然后就觉得小明哥是 非常值得信任的对手 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 然后生活当中又是一个超级无敌的暖男 会照顾我们很多人的这个 不光是情绪和这个工作 还有这些生活上 日常喜剧都照顾到了 对 日常 天呐 小明哥必须得说得比这还好 怎么办没有准备 没词了已经 我刚说什么呢 这么难夸吗 合作的感受吗 特别特别好 就是 其实 小北是我的粉丝 不 偶像 哈哈哈哈 差点说法了 偶像 偶像 你看 一般见到 一般见到 偶像的时候都特别紧张 一般都说 哎 我是你的偶像 一般这种对话 我都以为是段子 没想到有人在生活中 真说出来了 然后呢 就特别紧张 然后就看了他的电影之后 很喜欢他 然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就特别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他合作 然后突然有了好事成双 这样一个电视剧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 太好了 一个好机会啊 然后就跟小飞 就一起合作上了 合作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优秀的专业的演员 嗯 非常敬业 然后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也很开心 那他在这个 系里边的角色 因为有点闷闷的啊 很多这种很 很 心里很难受的戏 有些演员 对 所以我有时候 也在现场 就希望 都得开心 都得开心一点 希望他不要太难受了 对 讲一些笑话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配合 还挺默契的 搞不搞笑那些笑话 啊 笑话 哪个笑话 小明哥讲到一些笑话 你干啥 有些还可以 总的来说就是 没有你好笑的 不是 还是一次非常好的合作了 是不是 好 好 对 感谢观看